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尽 718集 你的真气实力居然这么强 我劝你不要妄图对我动手 不然的话可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 张凡说罢 李家华吞了一口口水 没敢吭声 他的确是想 在解决宗门斗争的路上 找张凡的麻烦 但现在看来 如果他真的那么错了 那根本就是自寻思路 张凡声音里面的含义 他可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随后 李家华也没在会议室里面逗留 转身出去了 望着李家华的背影 曹爽和王里娟都是微微摇头 两人脸上都浮现出了一抹 如此不可交也的神情 李家华这样的实力 进入联合会也是不够资格的 但他年纪尚小 属于联合会的特招人员 也是重点的培养对象 李家华刚刚进入联合会的时候 曹爽和王里娟都还是比较欣赏他的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李家华表现出了诸多缺点 而最大的便是嫉妒心比较强 刚愎自用 似乎这天底下就没有一个人能让他看得上眼的 渐渐的 包括曹爽和王里娟在内的联合会的人 也是慢慢的都不太喜欢这个李家华了 从刚刚张凡的表现来看 张凡和李家华绝非是一类人 如果不是李家华挑衅 张凡也不会和李家华发生争执 不过他们也大概了解了张凡的性格 张凡呢绝对不是好欺负的 想了想曹爽便望向张凡率先开口 小伙子啊 不知你现在所说是何门何派 是从何人呢 无门无派也没有师父 听到张凡的话 曹爽和王里娟的毛子同时一亮 随后望向张凡又继续问 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联合会啊 张凡也猜到曹爽会说这话的 他很有礼貌地说道 多谢曹爽的盛情了 我在这还没有打算要加入什么势力 不过以后我如果要加入联合会 我一定会优先考虑的 张凡这话也算是给足了曹爽面子 他这么说 曹爽也就不好再接受说了 好小伙子 等你想加入某些势力的时候 可一定要悠闲考虑我们 我们啊 可是很期待你的加入的 张凡听了 也是笑着点头 我听段叔说 咱们明天早晨出发 具体几点 在哪里集合啊 哦 听说 你现在是平山市理工大学的学生 明天早晨八点 你在学校门口等我们就好了 我们过去接你 然后上高速直奔南蛙县 南蛙县 是啊 怎么你去过 去过一次 你去那里做什么呀 张凡发现了曹爽的表情有些变化 便下意识打亮了一眼曹爽 如此看来 这曹爽还是比较关心南蛙县的事的 啊 去旅游而已 没做什么 我听说 南蛙岭上那颗清明果被人取走了 我还以为是你拿走的呢 张凡听了一愣 这东西还真是被自己拿走的 不过 他就是面不改色 心不跳 显得有些轻压 南蛙岭上还有清明果 如果早知道 我就上山去了 你上了山也没用 寻常人也是拿不到那清明果的 不仅拿不到 而且很有可能会给自己招来祸断的 哦 此话怎讲啊 虽然 之前范雷和张凡说过 南蛙岭最高峰 半山腰里有个洞穴的情况 但是 他却并没有跟张凡说 为什么没有人敢去南蛙岭上 拆那枚清明果 据说 天宗犯雷在那清明果树上 失产了他的最强手段 精雷树 纵然有人打破结界 只要触碰那清明果 精雷树便会引动 纵然是第三境的强者 也不能够结下那强悍的法术啊 听到这话 张凡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疑惑 自己获得了清明果 但却并没有什么精雷树啊 这怎么回事 范雷又为什么要在清明果树上 布置精雷树呢 据说呀 范雷是想把这枚清明果 留给他师父的后人 只有拥有他师父血脉之人 摘取清明果 那清明果树上的精雷树 方才不会被引动的 曹爽 这也算是为张凡解答了内心疑惑了 张凡暗暗点头 原来是这样 自己获得的清明果 还真是无打无状啊 没想到张衡大师还有后人在世 张衡是谁啊 张衡是范雷的师父 张衡是范雷的师父 范雷阴魂可是亲口说过 自己爷爷张元是他的师父 而且自己也是如愿以偿的 获得了清明果 范雷的师父 怎么又变成了张衡呢 难不成爷爷前往张家湾的时候 故意隐姓埋名 取名为张元 想到这里张凡暗自点头 很可能会是这样 不过 晋风宗的宗主 还有长老张厚瑜 都知道自己的爷爷名叫张元 由此看来 有些人知晓爷爷后改的名字 就像是晋风宗的这两人 有的人却并不知晓 对此 张凡也不想深究太多 毕竟这些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 只要获得了清明果 那便好了 曹叔 王姐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啊 曹爽和王丽娟互相对视一眼 而后 都是微微摇了摇头 没什么事情要嘱咐了 你明天准时 在学校门口等我们就行了 我们会过去接你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告辞了 张凡说罢便离开了这个秘密基地 曹爽和王丽娟 对于张凡的印象都很不错 两人把张凡送到楼下 段有为并没有跟张凡一起离开 出了小区后 张凡打了个车子便准备回学校 可是 他刚刚上车 手机便响了 拿过来一看 是孙唐打过来的 喂 小凡呢 我有点事情 想和你说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